許委員好 院長好 我想要先請問喔 你們是不是在這個6月6號的時候 有在你們的臉書上面 提出行政院的覆議案 七大理由的圖卡 是的 那為什麼 在我們收到你們的報告裡面的時候呢 七項變成六項 可不可以先跟我們說明具體的原因 為什麼對外所公開 在臉書上給大眾看的 是一個版本 但是給立法委員看的是另外一個版本呢 謝謝委員的這個發現喔 但是內容都是一樣的 內容一樣啊 公文書 你講話要誠實喔 內容一樣嗎 我們都把這個 有一項都放在內容裡面來談 有一項是哪一項 就是這個 這個哪個 那個 啊 無差別的一項 只有一項嗎 無差別的一項 只有一項嗎 無差別的一項 只有一項 你確定我要問你的是 是不是只有一項 臉書上的PO文 臉書上PO文代表我那時候一個心情 公文書為準 代表心情 你們發臉書只是代表你個人的心情 行政院可以這樣子嗎 這個是對於人民公開的行政院七大複議理由 應該是要非常審慎的 不是按照我們院長的心情來處理的 所以七大你剛告訴我說 七大理由變六項 只改了一個無差別對不對 我們 其他六項 包括那一項都有 其他都一樣 都有放在文字裡面 我想問其他是不是都一樣 文字或許有調整 大意都是一樣 調整的內容重要或不重要呢 你覺得 我們還是以公文書為準 那不是嘛 你給民眾看的東西 跟你給我的公文書不一樣啊 請問這個公文書有給家家戶戶 有給所有的民眾參考嗎 如果沒有 那幾乎所有民眾他只能從臉書 六月六號到現在十幾天的時間 看到你的心情 然後寫的七大原因 跟我們所收到的公文書不一樣啊院長 公文書是對大院提出的 所以對大院的委員你誠實 但是你對民眾欺騙 不是可以透過媒體讓大眾知道 他們不可能把公文書 送到每一個人的手上去 那你為什麼內容會不一樣 你剛剛告訴我說 只有無差別三個自由改對不對 那像裡面我們有調整 是這個文字上的調整 調整只有 我就問你說是不是只有無差別調整 你先回答我這個問題嘛 這個複議案是你們提出的 你不能我問你問題的時候 你不知道啊 不然我們時間 不然主席我們時間停止 讓他們把答案找出來好不好 已經跟委員報告過了 今天複議案是你提出的 所以你給民眾看的版本 跟你送給我們的公文書的版本 哪裡不一樣 如果我們的院長都不清楚 那你們提什麼複議案呢 委員這種下這種定義太直接了 太直接 我當然很直接啊 我代表人民我還能不直接嗎 我要多委婉 直接要經過思考跟判斷 好你說要經過思考對不對 你剛剛不願意回答我的問題 我幫你整理好了 我幫你整理好了 來我們看下一張投影片 再下一張 我有標起來的 一二三 一二三嘛對不對 一二三 有三樣都是不一樣的 你們的圖卡裡面只有七條 結果有三條 都跟你們傳給我們的 正式複議文書不一樣啊 來 無差別這個你們已經知道了嘛 根本沒有什麼無差別 所以你們在最後給我們的文書拿掉了 好再來 你們本來說 無限期人事同意權 空轉政府重要職權 你告訴我說 這個內容都還是有提到 雖然標題沒有 我告訴你 傅力函裡面 請問有沒有空轉兩個字 但是會造成憲法跟法定機關 我知道我問你的是 你提供給民眾參考的東西 上面寫了空轉政府 但是你給我們的正式的韓文裡面 有沒有空轉兩個字嗎 空文書上面我們認為用比較 文字上要用比較法律上的用詞 所以 所以你給民眾的是一套 給立委的是一套 你們覺得這是很合理的指紋 沒有欺騙民眾的嫌疑 沒有 沒有 好再來 華宜官員虛偽陳述 就可以呢 刻意行責 華宜兩個字不見了 在複義函裡面 沒有華宜兩個字 你知道這件事嗎 院長 這件事的表示就是不希望用主觀的判斷來認定一個 本子裡面 韓文裡面 都沒有 所以我想要請問 這是不是一個錯誤 意思是完全相同的 意思不一樣 無差別調查民眾 跟你只要懷疑官員虛偽陳述 就刻意行責 跟沒有懷疑是不一樣的 無差別調查民眾 跟沒有無差別調查民眾 是不一樣的 會不會造成政府空産 跟這個不會造成政府空産 是不一樣的 這就是最基本的一個文字邏輯 來請回答 懷疑就是不需要用主觀的判斷 一個人委員提案 五個人 連署就可以把他做 有罪或無罪的認定 無差別就是希望能夠依照 那裡面為什麼不寫 四字第五八五 我就跟委員報告 裡面為什麼不寫 跟大院的公文書 依照法律的文字來做 跟民眾的訴求 我們用一種法白的方式 我問的問題叫做 請針對問題回答 內容是一樣的 內容沒有一樣 只要 只要委員能夠深入的去看 內容是一樣的 內容沒有一樣 因為你寫了無差別之後 所有的民眾看到 都會以為自己也會被調查 但實際上 我們有相當程度的法律程序 以及相當的救濟 我還有很多問題要問你 我們看一下這個 國會改革無法通過之後 會出現這種情況嗎 我有幾個問題想要問你 第一個問題是這樣子的 國會改革無法通過以後 國會會被習近平管轄 會變成戒嚴嗎 會嗎 我不懂委員這個題 好院長 因為我在問 我們在進行 國會審查的法案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 我們的立法委員在討論什麼 你有沒有看我們的立法委員 針對這些議題的發言 你有沒有看 所謂的竹條審查的內容 你有看嗎 我從媒體上看到比較多 你只從媒體上看 當然了 所以我們在院會表決的時候 這麼多人在議事台上面看 你不關心 然後你跟我說你今天提了一個 複議案 你沒有看完 你跟我提個複議案 這些委員還大多都是民進黨的 他們在台上 擠擠而談的時候 媒體 當然包括國會頻道 那你看了沒有 你有了解嗎 當然不能全程看 你要深入的了解嗎 重點的時候有看到 重點的時候有看到 那我剛剛問你很重點嘛 因為很多人都在講習近平嘛 所以我問你 國會改革無法通過之後 請問國會會被戒嚴嗎 習近平會管轄台灣嗎 我沒有看到這個重點 好沒有看 我給你看是誰講的 我不用多念他的名字 很多人都很熟 柯建民講的 再來 國會改革無法通過之後 會出現這種情況嗎 好 國會改革通過 傅崑奇委員就再也不能被批評了 因為如果你批評他的話 就會跟習近平被叫小熊維尼的下場一樣 也就是說呢 會被國家清算 請問國會改革無法通過之後 我們就不能再批評任何立法委員了嗎 請問在哪裡 我們在法條裡面哪裡有提到 不知道委員這個提案是什麼意思 國會改革是國會內部的改革 我希望他更有效率 立法委員更高 國會改革通過 立法委員該不該受批評 他是說 他是說就會下場一樣喔 藐視國會罪通過以後 立法委員不能被批評 我們在國會改革無法裡面有這項嗎 立法委員會不會被批評是自己言行的表達 所以跟藐視國會這沒有關係嗎 來我們來看這句話是誰講的 邱憶英講的嘛 來再問一個喔 國會改革無法通過以後 基敏的國家資料 企業的重要專利配方 會出現在習近平的桌上嗎 會出現在立法院的桌上 但是會不會有其他的轉換 我這個不清楚 我們曾經也有過這樣的疑慮 也發生過這樣的事件 我們曾經有國家的資料出現在習近平的桌上 曾經有外送出去不一定到哪裡去 沒有我講的是習近平的桌上 來我們看一下誰講的 民進黨的委員說他 基敏資料企業專利配方 用國會無法的改革被帶到中國去 而且出現在習近平桌上 這些院長我告訴你 都是在我們立法院所說的造謠 我們的國會改革無法裡面非常清楚的 有相關法令 下一張投影片 基敏資料是有可能被散播出去的 被什麼 被散播出去 被散播出去 要誰散播出去 不要看我的報紙喔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談到國會議司法機關 警部長 院長不要看我的報紙喔 我沒有講話不要看我的回答 謝謝 好 謝謝